也是惊险的画面 轿车从彰化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时 在路口追撞一部自小客车 结果轿车就直接撞上了加油站 不但撞倒加油机 还波及到一辆正在加油的救护车 当时油管不断的冒出油来 加油站的员工人就站在加油机后方加油 听到巨像赶紧后退 差一点就被撞上 救护车正在加油 没想到突然冲出一台红色轿车 碰的撞进来把加油机整个撞断 再看一次画面仿佛都能听到巨像 到底怎么撞的其实也很离奇 把镜头拉远看在这个路口 红色轿车从彰化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先撞上次小客车 然后直接撞进加油站撞倒加油机 当时加油员正在加油 赶紧跳开插电被惨状 车祸来得太突然 红色轿车撞倒加油机后 卡死油管不断冒出油来 就怕发生爆炸 所有人绷紧神经 事发在中午两点左右 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加油机倒下来 把救护车的玻璃都撞破 救护车驾驶心有余悸 而第一台被撞的轿车停在路边 红色轿车撞到对象撞进加油站 实在惊险 警方调查红色自小客车驾驶 冲入对象加油站 警方调查红色自小客车驾驶 酒侧只为零 他先是晃神撞车后一时情急 再撞进加油站 还好人都没有受伤 车火真正发生原因 还要理清 记者戴好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